哎妹妹啊我问你打听个事啊 什么事啊叔叔啊 这个旁边这个书宝贵家怎么一直没有人呢 啊他说我爸爸怎么啊 真的啊哇终于找到你们了 我在这等了好久了终于等到你了 啊你找了什么事啊 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送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对什么情况啊 我爸爸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哦 啊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要不想去屋里说 呃可以可以那我先来帮你搬了 好 这东西放这里的 哎好了哇你背的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沉啊 呃今天改集就是剩下的 哎那你这脖子上挂的两只鸡是什么情况 剩下两只鸡呃带回来给妈妈补补身体 他受伤了 怎么回事啊阿姨也生病了吗 呃前两天妈妈过河的时候 脚踩到玻璃片受伤了 哎 真是命运专挑苦秘人啊 麻绳专挑西橱断 叔叔这都没有关系的这些都打不到我 我会努力看起这个家的 我会努力看起这个家的 哎妹妹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呃我们苗族有个习俗 远方的客人来了会几乎表示欢迎 哦你是苗族啊 嗯是的哦 叔叔你让一下哎好 哎妹妹来个十万块钱你先拿这样的 呃不行不行 要不你跟我进来说一下怎么回事吧 哦行吧好 叔叔请喝茶 哎好的好谢谢 你小心一点烫啊 哎好嘞 家里有点乱 哎没关系 那你坐嘛我给你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当时那你爸爸和我爸爸呢他是工友 有一次我爸是命住院是你爸爸送过去的 同时那还帮我们垫付了1000多的医药费 所以的话呢这笔钱你一定要收下 不不不不不不这也太多了 我也没听过爸爸说过这个事情如果真有的话你还个本金就行了 爸爸回来不久后他也去了 难怪我爸爸说 呃再也没联系到叔叔 但这个钱我觉得一点都不多 呃因为十多年了利息都有这么多了 所以你一定要收下 不不不这太多了 不能收 听我讲吧 金钱有价恩情无价嘛 啊所以这个钱你就不要推脱了 呃一定要收下 呃先这样吧叔叔快到饭点了 我先去把鸡炖了给妈妈送过去了 嗯好嘛好嘛那我去帮你们 来 哎妹妹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呃我叫素贞你叫我阿贞就行了 阿贞是吧 对那我怎么称呼你啊 呃我姓王他们都叫我王麻子 那我还是叫你叔叔吧 可以啊可以 哎对了那阿贞你现在有兄弟姐妹吗 呃我还有一个弟弟他现在已经没有读书了 哦那你呢 呃我已经毕业了 现在平时摆摆摊卖点东西 哦是这样啊 对哇那你一个女孩子也挺辛苦 呃叔叔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不怕辛苦我只是怕没有吃苦的机会 那姐我看你做这些好熟练啊 那当然我很小就开始帮妈妈了 哦是这样 那你叔叔走的时候你是多大呀 嗯大概六七岁吧 哇那你们当时好小啊 那你还记不记得叔叔长什么样子 嗯有点猛猛的 高高的有点黑 还会经常抱着我骑在他的脖子上 是那个时候很幸福是吧 对 那你现在会不会经常想他呢 会啊 会啊 有时候经常会碰到爸爸 哦 如果他还在的话 应该会好过些 嗯对那确实 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嘛 我 我会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如果说是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我会尽我全力帮助你们的 好 叔叔我鸡汤好了 好了呀 嗯 哦 哎小心烫了我帮你吧 好 哇 好香啊 那可不 这可是我很多年的厨艺了 来我给你盛点你尝一下啊 哎 可好吃啊 哎 叔叔喝点鸡汤吃点鸡肉啊 好好好 谢谢谢谢阿珍 哎那阿珍你怎么不吃啊 哦 我还不饿 我想全部盛给妈妈 让她的身体快点好起来 看得出来 阿珍不舍得吃 其实我也不太饿 那我们一起给你妈妈送过去吧 叔叔你干嘛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